花蓮市拉蘇丹部落文化聚會所12號舉行了 落成啟用典禮 市長魏嘉燕和原民會的副主委蘇佐喜等 多位貴賓共同進行捲彩 和族人一起共享喜悅 而旅程之後呢 也舉行了一年一度的奉年聚 花蓮市拉蘇丹部落文化聚會所落成啟用典禮 12號上午在中流公園盛大舉行 會中除了部落族人穿上族服 帶來精彩表演 富安姐妹舞蹈團也特別到場 展現出圓和共榮共好的精神 部落頭目李吉勇與其老們也帶領族人 以傳統儀式進行祈福 向竹林宣告部落喜迎盛世 邁向嶄新里程碑 隨後則由市長魏嘉燕 與原民會副主委蘇佐喜 等多位貴賓共同進行剪彩 那也要在這邊跟我們所有族人報告 由我們前市長魏嘉賢市長 他在任內的時候有提報了五所的部落聚會所 那今天落成的是第四座部落聚會所 相信在我們年底在公所 我們跟不管所有的單位進行的協調 我們希望第五座也希望在我們年底來進行落成 那在這邊最後要感謝我們捐贈我們中流公園的李堅先生 由李堅先生捐贈中流公園的這個中流公園 我們才能夠在我們的中流公園裡面蓋這樣的部落聚會所 那未來也希望我們不管是我們族人或是我們在座的李民 都能好好的愛護這座部落聚會所 旅程後由領舱人員敲起木骨進行一年一度的部落風年祭 感謝祖林帶來豐收的一年 而市公所也表示會持續支持部落的各項建設及活動 也期盼年輕朋友能承擔起部落傳承的重要使命 讓有如瑰寶的原住民文化代代相傳開之善業 記者 徐立芹 華聯市報導